《車忌善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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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聽到的這首歌片段 是來自後來的我們電影裡面 由陳奕迅所詮釋的主題曲 歌詞裡面所敘述的,是一個男孩 回顧人生中曾經發生過一段愛戀時的心情 而當我們在看劉若英首次指導的《後來的我們》時 這首歌的歌詞不斷地浮現在腦海裡 看完以後的那種感觸更是一直環繞著我們久久都沒有散去 電影採用了倒序法 敘述一對年輕時的愛侶 漸輕跟小小 在分開多年之後意外在飛機上相遇了 大學時的兩人被困在機場的旅館 但也給了他們機會回憶當年那段青澀年代刻骨銘心的回憶 也教會了我們許多事 漸輕和小小來自同一個村莊 為了出人頭地而來到了充滿機會與挑戰的北京 原本兩人只是互有好感的朋友關係 但是隨著相處,兩人終於變成了情侶 並且一起朝著幸福的未來前進 漸輕很有想法跟天分 一心想要在遊戲界闖出名堂 但是跟小小在一起之後 她的夢想卻暫時被擱置了 倒不是說她放棄了原本的夢想 而是說因為跟小小在一起之後 她把一切的重心轉移到了小小身上 只要跟小小在一起 哪怕是極小房間、吃泡麵都沒有關係 但是這樣滿足的心態卻直接影響到了她在事業上的成就 當奮鬥的動力消失了以後 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工作沒有起色導致生活品質不佳 生活品質不佳導致兩人摩擦變多 雖然兩個人一直都彼此相愛 但是現實的殘酷卻使得他們漸行漸遠 看到漸輕陷入了夢想與愛情之間的掙扎 我們很能體會她心裡的那種矛盾 只可惜漸輕要到後來才明白 對於夢想,你必須毫無保留地追求 對於幸福,你卻要滿懷感恩地珍惜 漸輕的爸爸在老家開了一間餐館 每一年的除夕夜都會煮好一大桌菜 除了宴請左臨右舍之外 更是為了要迎接一年才回家一次的兒子 漸輕跟小小在一起之後 爸爸更是盼望每一年都能見到那一位 他早就認定是媳婦的小小 當年離鄉背井來到北京的漸輕其實非常地孝順 一直以來的心願就是要闖出一番事業 風光地回到家鄉 讓年邁的父親可以收掉餐館 過上舒服的日子 只是漸輕的願望一直都沒能實現 雖然爸爸根本就不在乎他有沒有成就 但是漸輕的心裡卻覺得沒有臉見他 導致許多次的返鄉都不歡而散 後來漸輕終於成功了 靠著他的遊戲賺了大錢 但是爸爸並沒有為了他的成功而特別開心 反而擔心兒子是不是在追逐成就的過程中迷失了自己 也只希望他跟小小能夠不復彼此不復人生 但是漸輕一直要到爸爸過世之後 才領悟到了他的用心良苦 而這樣的遺憾也提醒了我們 回憶中最讓人難過的 總是那些愛你的人為你傷心的時刻 這部電影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那就是導演用了顏色來區隔劇情的主軸 在電影大部分的時間裡 每當劇情來到了現在 也就是漸輕跟小小重逢以後 就會是以黑白的畫面呈現 而當劇情回到了過去 也就是兩人分開以前 畫面都是彩色的 原本我們以為這樣的安排 只是為了區隔回憶跟現實 但是到了最後 重逢以後的漸輕跟小小 經過了一夜長談 小小讀了漸輕爸爸的信 體驗了漸輕所製作的遊戲之後 畫面卻突然變成彩色的了 這個時候我們才明白 原來黑白畫面所代表的 是漸輕跟小小在失去對方之後 一直沒能和那段感情 還有自己的內心和解 導致兩人的人生失去了色彩 但是當他們再次重逢 明白了雖然兩個人不能走在一起 但是那段感情 卻是各自人生中最美好的回憶 而兩個人的分開 也讓他們有機會好好地認識自己 也才成為了今天這個堅強的自己 再次分開以後的小小跟漸輕 看著各自的日出 臉上露出了笑容 那個笑容象徵的是遺憾 但也是釋懷 他們終於明白了 原來 最初教會你愛情的 往往都不是最後和你在一起的 雖然這是劉若英第一部的指導作品 但是他過人的藝術天分還有細膩的手法 讓我們彷彿看了一支唯美又感人的MV 電影很感人 但卻不灑狗血 兩位男女主角之間也有很好的互動跟火花 而飾演爸爸的田壯壯 在電影最後的那一幕自白 更是畫龍點睛的 替這一部原本只著重在男女感情上的電影 增加了很有質感的重量 這部電影雖然沒有在院線上映 但是觀眾們可以在Netflix上收看 也因為如此 這次的發行商用了一些很有巧思的方式宣傳 因為片中男女主角是在火車上相遇的 我們在上週和25對伴侶 一起體驗了在高鐵上看這部電影 跟身邊心愛的人一面看著電影 一面看著窗外的風景 真的是一次很難忘的體驗 而Netflix現在也有下載功能 可以讓你先把電影下載下來 就不用擔心通勤時候的網路不穩定了 關於這部電影的詳細看片資訊 我們也放在了影片下方的說明裡 也向大家推薦這一部我們很喜歡的電影 我們每週都會固定有新影片上線 如果不想錯過的話 就要記得訂閱 還要記得要按下小鈴鐺喔